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 他都换了三个工作了 什么工作都干不长 现在根本都不想出去工作 这么下去日子没法过了 我之前做的那些工作都没有发展 现在我终于找到自己喜欢的 他就一点不支持我 他现在才是不靠谱的工作 就兼职拍封面出活动 他总想着能有一天出名 他太不现实了 我追求我自己的梦想有什么错 我现在世界正在起不起 如果他爱我的话 就应该相信我 理解我 支持我的梦想 他如果心里有我的话 就应该为我们的未来考虑一下 赶紧从他那个梦中醒来 整个一段小片都在对抗之中完成 看起来冲突很大 三位老师会如何帮助这对情侣呢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四25岁来自唐山自由职业 女嘉宾小张22岁同样来自唐山店主 来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小片里面说认识一年多了是吧 对 怎么认识的当时是 在一次朋友聚会上 她的一个发小和我的闺蜜呢 是恋人关系 就在聚会上人 知道吗 肥水也没留外人田 对他们俩来说 感情好吗 感情 我觉得还行 除了她不支持我的工作 工作 她乱什么工作 就每个月只能赚回来一千多块钱 你不能拿这个钱来衡量一份工作 而且就是她平时的时间里 就是游手汗险 在家里边打游戏 溜溜狗 什么事都不管 我店里边那么忙 她都不去店里边帮我忙 而且去的话 去过一两次 每次都跟我的那个客人吵起来 还都要我去给客人之后去道歉 这事才算聊了 她每次都是这样 做什么职业的小伙子 现在做平面模特 然后双眼车展什么的都接 挺好呀 但是模特有那个 一个月要买十几件衣服 每次他约我去逛街 他说我带你去逛街吧 我还挺高兴 到茶场了之后就疯狂购物 大宝小伙凌十好几件回来 我一件没买 而且都是你问他全花的我的钱 那我不得打扮自己吗 那我除了我也得打扮自己 让别人看得我很帅呀 现场这么多人 你问谁一个月能买十几件衣服啊 我一年才买多少 我除旧 要别人更多人看着我 然后我活动会更多吧 活动更多 你这小烧烤店就不用开了 对你现在全虚无缥缈的事 根本抓不住的事情 老是用这种事来说 老是说以后以后 我说是现在半年的时间了 你有什么回报吗 你有结果吗 没有 那我现在活动是不是比以前多了 是多了 原来一个月两场 现在一个月三场了 也是多了 这增长率还特别高 50%以上的增长 买衣服花谁的钱 有我工作证的 有老妈补贴的 也有她帮买的 她帮你买